欢迎来到宇说体育,今天蓝网队不敌太阳 这场比赛原本对蓝网队来说是一次收获自信的绝佳良己 毕竟此前那会儿他们面对东西部的近履 比如说东坡的雄鹿,热火供牛,西部的勇士,未尝已胜 这场比赛如果能够拿下,就能够巩固这支球队似乎说已经有点消散的正观性 毕竟开若文长期不打呀,整个球队信念有所动摇啊 这场可以说就是力对之战 但是没有想到啊,就算说太阳队这是他背靠背作战的第二场 而且呢,劳死远征干到了布鲁克林主场 即便是手握这两点巨大有势,蓝网队也仍然是让球迷失望了 这场比赛就整个过程来看呢,蓝网队还是老问题 防守端这块呢,他们一直以来贯彻无限换防 无限换防这种防守套路呢,它有一点好处 就是说你在面对联系当中躲绝大部分球队的情况之下 他往往都能够打出不错的防守效果 因为毕竟绝大部分球队他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武器啊 整个团队也没有这么训练有数啊 所以呢,你要是贯彻无限换防呢 只要说你稍微能够跟得上对手 稍微能够化解对方的战术意图 那就算说你缺乏防守大杂呢 对方也缺乏顶级的强攻明星 这么一来呢,就算说蓝网呢 他整体的防守配合并不是那么到位 但是坚持打下来呢 防守效果可能说,哎,看起来也算挺亮眼 只不过呢,他有一大弊端 就这么打呀,一旦说遇到顶级强队 你比如说这场比赛得问布克呀 你敢贯彻无限换防 你敢这么打的话,那布克单级就能够砍下16分 而且呢,这场比赛布克说实话 他在场上呢,身陷犯规固 这点有点类似于之前西部榜首的军中手势 打篮网的那一场焦点大战 库里呢,也是因为身被多次犯规 时间被切割得非常碎 但即便如此呢,德文布克只要一上场 效果是立竿见影 场上这个阿尔德里奇啊 面对其他球队的时候呢 他可能说适当的还能防一防 但是面对德文布克以及克里斯保罗轮番的弹恋 绝对是一个超级漏勺 往场上一板就是个提款机 为什么之前那场比赛 勇士队打篮网 史特弗纳斯没敢拿上阿尔德里奇呢 那就是忌惮于斯敦库里 他的远色火力 而现在呢,联帅当中 年轻一代风群运勇 德文布克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他在场上如果说你摆上阿尔德里奇呢 其实最终效果来看呢 那个面对库里也差不了太多 德文布克今年他也有十足成长 领军自下太阳队呢 当下已经收获了16连胜 可以说呢 真说本赛季进行一个MVP的投票评选呢 我感觉德文布克里应能够躋身前五甚至前三 其发挥是有目共睹的 反观这个兰网队呢 防守端这块无限换防啊 他暴露出来诸多问题不谈 进攻端这块呢 他其实也有很多毛病 你比如说詹姆斯哈等啊 面对太阳队这么一支防守铁军的话 在如今这个背景规则指下 他打的也是愈发无力 在场上不管是他进攻端 好像说欲望不足的问题 其实主要呢 也是因为太阳队他这个防守骨干实在是太多了 包括老麦的克里斯保罗 虽然说脚步这块啊不是特别灵便 但是哈等原本呢 也不以脚步迅捷助成 克里斯保罗凭借经验呢 哪怕就是他防咱们是哈等 效果都不差 其他各路人等啊 布里奇斯他这个急藏的臂斩呢 杰克劳德这么一个防守汗将 甚至包括德安德亮艾顿 换防之后甚至也不吃亏啊 所以这个太阳队呢 能用的防守兵马呀 非常宠配 这就导致篮网队啊 詹姆斯哈等的进攻端 前三截只拿到四分 第四截呢 那会儿其实呢 已经进入到差不多垃圾十截了 因为你面对克里斯保罗所在的球队 就像说你这块两大MVP啊 当打之年携手 那你想在保罗的球队 领先二十分的情况之下 第四截你完成逆袭 这是开玩笑一样的嘛 所以第四截十字上呢 接近于垃圾十点了 哈等上去砍了些粉 拿到这个十二分的最终的三双数据 但其实整体表现是非常差的 坎德兰特呢 表现也没好到哪儿去 比方说最终拿了这个三十九分呢 也大部分都是第四截啊 分岔双方已经彻底拉开 而且多安波克呢 长期因为深北午饭而 久坐于板顿席子上 整个太阳队那会儿明显松懈了 一元二十分 太阳队也不是那么缺乏经验的 他了解就这个分岔的话 我有没有必要上去之后 透支整个球队背靠背情况 指下核心的体能呢 没有必要了 所以第四截那个阶段 适当往回守了 这坎德兰特上去砍了十几分 其实之前那会儿呢 十九次出手拿到二十四分 相比于德文布克呀 十六七次出手 砍下接近三十分 前三截的表现 还是布克这块更硬的 布克今天打的我感觉啊 排除这个犯规麻烦不谈 打的有点像之前 面对胡人队那一组系列赛的 G5G6两场大战 可以说他的锋芒呢 压住了甚至历史第二球王 勒布朗詹姆斯的光彩 而这场比赛呢 一个人压住了对方哈登和杜兰特的锋芒 相当不简单的 这个德文布克呀 所以我感觉 接下来蓝网队呀 如果说想要争夺冠军呢 凯如文已经打不了了 这点你也不需要再指望了 仅仅是通过调整的话 我认为是不够的 还得是需要通过脚翼 脚翼之后换来一些防手端 能用的骨干力量 这样一来打季后山 你多少下有底 目前蓝网队 包括这场比赛 打太阳在内 这个分差还不多呢 就六分 但其实我们都清楚 这场比赛真实的风差 真实的差距 双方大量的 有效比赛时间 基本维持在15分以上 就是这个分差 蓝网队 包括这场打太阳 在结合之前 面对熊鹿热火 公牛以及勇士 总共的五场比赛 面对顶级强队 场均数了 接近17分 这是非常巨大的分差 只要说面对顶级强队 蓝网队通常三截崩溃 所以还是得需要教义 补强防守力量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